大家好,又在展望系列演讲后 跟大家在线上相会,聊聊星空了 天气已经开始入冬 但晚上八九点的天空 仍然是秋天的皇室家族当空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讲秋季星座 秋季星座的辨论 常常是教大家找所谓的秋季四边形 简称秋四边 这是因为秋四边的位置 差不多是在头顶 所以觉得大家应该比较容易可以找得到 不过秋季有个星座 应该是更被大家所熟知的 那就是用来找北极星的先后座 先后座位于北边的天空 由五颗星组成 从东边升上来的时候 是阿拉伯数字3的形状 最高的位置的时候 变成英文字母M的形状 到了西边 则变成希腊字母大写的Sigma 那什么时候会变成W呢 在台湾你需要下腰导过来看 M就会变成W 但是在比较高纬度的地方 你只需要站着直直的等北极 等先后座落到北极星的下方式 就是W的形状 整个秋季星空 我们称呼为皇室家族的星空 所以一定不只有先后座 还有其他位于先后附近的星座 像是位于先后座左边的仙王 先后座右面的仙女 还有拜倒在仙女石榴裙下的阴仙 和拉着仙女的飞马 这些我们都把它认定为是皇室家族的成员 而秋四边就是飞马座身体的一部分 秋四边中最靠近先后座的那一颗 称为碧秀二 碧是墙壁的碧 会称为碧秀是因为秋四边在中国古代的新冠里面 是被认为是房子的四面墙 所以一边叫碧秀 另外一边叫四秀 碧秀二也是仙女座的头 往东边延伸过去 就是仙女座所属的位置 在仙女座中间靠近先后座的地方 有一个天体 是我们罗野可以看到的最遥远天体 称为仙女座星系 这是一个比银河系还大的系统 它在天空中实际占据的范围 大概有六个满月宽 而仙女座的脚下就是阴仙座了 很多人把她的星座形状记为鸡爪钉 但现在的人可能比较少看到这项东西 所以我们也可以用希腊字母小写的拍来想象 总而言之 只要找到先后座及飞马座 再记得相对应的位置 秋天的皇室家族应该就都找得到了 希望大家有空还是实际到星空下体验及观赏 我们下回再见